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通过skype参加讨论的普林斯顿 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 你好 欢迎两位 法国13号遭受到了伊斯兰国发动的恐怖袭击 据报道目前为止已经有500人伤亡 而且我们又说到最新消息说 在19号伊斯兰国处决了两名人质 其中一名是中国人 事发后中国官方对此发出了强烈谴责 那么这种处理方式却遭到了民众的质疑 人质事情已经发生有几个月了 都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 做出任何的努力 还有网友直接将普京与习近平的反应 做出对比来批评中国政府的软弱 好 我想首先请教一下两位 是怎么来看待这一事件的 夏教授您先来讲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对世界上发生的 这些恐怖事件的态度 发生过一些变化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911事件 911事件发生的时候 中国有很多所谓的爱国愤青 竟然在网上公开的 表示出幸灾乐祸的这种评论 甚至说炸得好 但是你想想这是一场对人类 应该对人类来说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为什么中国的人还会较好 当然后来会发生一些其他的转变 尤其是这一次恐怖袭击 那现在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中国政府确实不一样 中国政府有的时候表现得很冷淡 很冷漠 有的时候又表示关切 但是关切又没拿出实际的行动来 所以这次尤其是在中国大阅兵之后 展示了中国武力强盛之后 竟然对中国平民遭受杀害这样一件事情 没有更加强硬有力的立场 我想不仅使普通的中国人感到失望 也会令那些所谓爱国愤青感到失望 网上就有网友把法国和中国 面对这种突发灾难性的事件处理方式 做了一个对比 而且还有一种讽刺的说法说 法国应该学习中国 我们要先封锁消息 然后再由官媒统一发声 可能最后再抓几个什么造谣的人 还有几个网友对上海东方明珠事件 我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 东方明珠亮出了法国国旗的颜色 好像是表示哀悼 那么就有网友说了 咱们上海的踩踏事件 和前段时间天津非常严重的爆炸事件 咱们上海都没有什么反应 为什么对在这件事情这么上心 这个有很长的一个习惯和传统 就是说觉得中国人的命不那么值钱 洋人的命比较值钱 所以对西方人发生的这些灾难性的事件 中国政府愿意做出那种优雅的姿态 那您刚才提到中国政府 可能会利用反恐的名义 那您觉得它会不会利用这个反恐为由 加紧来打压这个新疆呢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声音 对于新疆的他们不清红皂白 对于新疆的要求民族自治权更高的 要求自己的权益受到更多的保护的 这种声音 一律斥之为所谓民族分裂主义者 甚至现在就慢慢把它都说成恐怖主义者 在新疆大家都知道 受到了一般的维族 受到了非常严厉的镇压 这点我补充一下 就是在国际社会中 他们制造一种虚假的 就是说他们抹黑新疆不同族群的这种反抗 因为他们在西藏 在新疆还有内蒙 他们都进行打压 打压不同族群的反抗者 然后他用一个同样的理由 都说是反恐的需要 但事实上是很多 那些人根本不是恐怖分子 那是被压迫的没有办法 就是进行自卫 所以说这个没有很好地把它分开来 然后现在这个说 新疆地区主要是土耳其斯坦 或者是东突突厥斯坦 他们在搞阴谋分裂 搞独立 所以历届新疆的领导人 从王乐泉开始 到后面的几任领导人 都对新疆进行严酷地打压 这下更加激起了新疆 这个群众的这种反抗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事件 2015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发文章提醒 今年不可不知的四个纪念日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11月20号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 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外界强烈的关注 那么夏教授 之前这个中国政府 对于胡耀邦诞辰纪念 都是采取非常低调的态度 那么今年却有了这么大的改变 马上就有舆论认为 说是中共可能要走向这个开明了 也有可能说 中国有望搞这个体制改革了 您是怎么来看待的 我觉得这是释放虚假信号 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是 想走向政治开明 那么就首先应该放开报警和党禁 允许知识分子 允许网络有不同的言论批评 他现在不是 他现在只是想塑造共产党 恢复共产党的一些形象 胡耀邦是属于 这个共产党历史上 不可多得的开明的进步的领导人 他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 他是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 打压之后 经过深刻的反省之后 才得出来的一些 比较开明的进步的认识 所以胡耀邦呢 我们把他看作是 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是呢 他并不是我们今天 所真正需要的 就是说领导宪政民主 搞法治的 他是朝这个方向在走 但是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但是就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回顾历史 就在历史上 像这样的共产党的人太少了 尤其他对中国做出巨大贡献 就是搞拨乱反正 所以现在大家怀念他 纪念他 一方面是肯定这方面的 他做的一些好事 但另一方面还是希望 这个共产党能够真正深刻反省 我们自己在历史上所做出的那些罪恶 或者错误 放弃这种目前的这种 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局势 但是现在都没有 所以他现在让人们去做那样的梦 说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了 开放了 开明了 是不可能的 陈先生 您觉得 是胡耀邦也好 赵紫阳也好 在他们那个时期 那个政治氛围和现在的这个政治氛围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 所谓的胡赵当政的时候 他们实际主政的时候 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 1949年以来 恐怕算起来是最开明的一段时期 那段时期中国把毛泽东时代 积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基本的大政方针的措施 使中国走向经济崩溃的边缘 这样一系列的祸国殃民的政策 做了一些改动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做了一些放松 包括政治方面 也有一些减政放权的活动 所有这些都是在当年的一个 一般包括知识界都有觉得 中国似乎是有点希望了 正在往上走 有点心心向荣的 像和国际社会慢慢在接轨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大家知道的 看得非常清楚的 它不仅是 不极力于和国际接轨 而且是要讲七步讲 讲各种各样的否定普世价值 在政治层面比过去的压制 甚至比前几年的压制 都更加严厉了 所以说它这个政治气氛 是完全相反的 和19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 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政治气氛 那夏教授 您刚才提到这个胡耀邦之前 有帮很多人平反 那您觉得这次习近平高调悼念这个胡耀邦 是跟当年胡耀邦帮他的父亲平反有关呢 还是为了继续来打击这个江派 我觉得有一点那个就是说 他为他父亲的一批老共产党人这个平反 对他来说是有益处的 这点是有一些感恩之情 但是这个因素是很小的 它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塑造 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想说明共产党可能有的时候 做的事情不够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做一点小小的校正 内部的调整 他还不想公开的承认错误 他只是内部很低调的来做一些调整 他没有公开的说 我们当年把胡耀邦处置错了 是共产党犯的错误 他不敢这样承认 他只能说 我们现在可以叫他同志 可以把他这个作为正面的人物来宣传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共产党出的那些书籍里边 都把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都剃掉了 你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他竟然把它抹掉 就是当年的某位主要国家领导人 就这样说 这显然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态度 好 最后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先生 如果中共真的是公开来认可胡耀邦了 您觉得对他今后的这个走向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目前是在逐渐地 对胡耀邦提高他的声望 提高他的待遇 当然他主要的目标是为了 是本党的合法性 获得一些政治产吧 用他们的话来说政治产 但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他现在对胡耀邦 比较提高规格的纪念 是不是会对他的 整个执政方针有影响 我甚至说是用一个最小的要求 胡耀邦既然是你有一个正面的 逐渐的有正面评价 你是不是可以对赵紫阳先生 也同样地做正面的评价 赵紫阳也能够正面地 出现在公共的舞台上 甚至正面的纪念 把当年的历史真相 包括1989年6月4号的 包括1989年的学生运动 民主运动和六四世界的真相 都曝露出来如果你有这一点点勇气 我觉得我们要拍档欢迎 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他们有甚至连胡赵 胡赵当时是病提的 赵紫阳先生他敢不敢提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 其实还有一句话没来得及插 有句话是 有句话我看他说这个停止 我就没再说了 还有一句话是什么说呢 就是其实他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他这个什么用意呢 就是说他现在把胡耀邦 这样子这个正面地肯定一下 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 一种间接地否定 因为他现在想独树一枝 他想把自己塑造成 毛泽东之后最伟大的领袖 所以他不希望邓小平 在很多方面超出自己 所以他以后会慢慢地找茬 把邓小平的这个正面形象压抑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进行到这儿 非常感谢两位的参与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